沉迷虐杀A片《男子杀女》拍尸 前天英国威林顿镇一名23岁男子雷诺斯 承认他在5月勒死17岁的威廉斯 威廉斯在学校担任班长 想要成为模特儿 他的父亲是警察 他也有加入空军的打算 而雷诺斯相当迷恋威廉斯 但是威廉斯选择与别人交往 与雷诺斯维持朋友关系 今年5月26日 雷诺斯答应要帮他拍试镜照 没想到后来威廉斯失踪 雷诺斯开车越80公里气失 逃到北边苏格兰 将相信车弃置之在停车场 过程被监视器拍下 警方后来以绑架罪嫌 在附近的廉价旅馆逮捕雷诺斯 但警方5月31日 在西部威尔斯的森林 寻获威廉斯的尸体后 敢以谋杀罪嫌 拘捕雷诺斯 检察官在雷诺斯家中 搜出威廉斯被杀害过程的 记录照片 以及许多重口味的照片 与色情片 包括真实的虐杀片 并有许多色情照片 还贴上自己好友的脸 法官认为他的癖好 与威廉斯的死亡 有很大的关系 雷诺斯在10月时 仍然坚称自己无罪 但在前天承认自己杀人 全案将在19日宣判 雷诺斯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动新闻综合报导